如文医生特药专家傅德莱 闲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 尿路感染治疗的目的呢 主要在于消除病菌控制症状 以及预防或者控制尿路感染的扩散 对于患者来说 尿路感染之后啊 可以通过大量饮水 来达到一个尿路冲洗的目的 这样呢可以有效地减少尿路中的细菌的含量 尿路感染的药物治疗呢 因为尿液呢是身体代谢的产物 肯定药物呢是通过尿液排泄的 所以可以选择一些从尿路排泄的药物 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治疗尿路感染的目的 目前对于单程性的尿路感染 可以采用单程疗法和单日疗法 以及三日疗法 就用一次抗氧素和用三天抗氧素 就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当然对于复杂的尿路感染 就需要一个更长的一个抗氧素用药时间 两周甚至三周 同时呢需要针对导致感染的原因 比如尿路耿阻结识 进一步的处理 所以尿路感染的治疗 对于患者来说需要大量饮水 对于医生来说需要选择合理的抗氧素 并且呢 进行一个合适的治疗时间 治疗疗程 对于医生来说需要保持有限的